明星三人行 你们好 我是邓文涛 这个礼拜陪伴我们大家的仍然是冯小刚和徐帆 我是第三者 你们两位上个礼拜跟大家聊了很多婚姻方面的事 不过刚才说到第三者 我想起上次结尾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都发现这个没听清楚 你关于跟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说像干导演的 平常在外边也免不了接触一些其他的异性 那么徐帆可能多少就有点意见 你怎么跟他说呢 我是跟他说 他好比锅排骨炖着 这是大菜 你放心 最终肯定得吃你这道大菜 当然为了使这火候有足够的时间 我先喂好了 我在饿的时候也得吃点蜂蜜面 你别让我饿过了劲 或者排骨倒是熟了 当然我饿过劲了 没有食欲了也麻烦 就是这些道理 他经常听完了之后觉得两个字就是说狗屁 那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些解释 那我有的时候肯定觉得他是歪理 但是听着听着呢 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仔细想想 我觉得有道理 什么叫有道理呢 他的这种比喻 我觉得有道理 其实呢 其实我知道他不是说要发展 他也不会去发展 但是他只是要加强我的抵抗力 其实我说咱比如说撒谎这事 媳妇问干嘛去了 找斗文涛聊天去了 可能撒这谎实际上不是找斗文涛去了 撒谎为什么 撒谎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就是怕你不高兴 还是很在乎你的高兴和不高兴的 如果就是说我需要你诚实 干什么去了 找哪个哪个女的喝酒去了 你可能当时就急了 但是呢这说的是实话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有时候撒点谎啊 实际上是好处 要是说我连谎都懒得给你撒了 说想听吗实话告诉你吧 这实际上是已经不在乎你了 这种是这种对妻子来说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哎呦您怎么把我日记里写的话都说出来 我跟你说 我也是认为是这样 其实男的你注意到 他会撒谎的那个女人 一定是他生活中最重视的女人 否则没有必要跟他撒谎 恰恰恰的从来不撒谎的那个 那个女的他根本不当回事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说的呀 都是说明这个女的做的不怎么好 心眼太小了 如果我要是这女的的话 我要培养她不要撒谎 不要培养她有撒谎的习惯 就让她直接告诉我跟神仙一块 我不会说一定要跟你恰死 那样的话 那会你们有心理压力 如果我就觉得你找他喝酒聊会天 行去吧 那就没事了 那他要不止喝点酒聊会天呢 但是我想你要把这种尺度放在那 你让他自己衡量 那这种东西你拦得住啊 拦不住 这个话可不用轻易的相信 对 上方都有套 你说实话没关系 政策一直也是坦白从光 看你从圆 你实话一说出来 马上就一掌拍在桌子上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不见得肯定出现 但是马上你可能就瞎了 与其这样你不如还是这个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美女往往被成熟的男人所征服 她毕竟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另外我觉得其实那还可以 就是说你还可以俩谎 因为一般的呢 就是说媳妇就是你有时候没诗话 嘴里头 媳妇大概其是能知道的 说你嘴里没诗话 你说了一个理由 说找斗文涛去了 不对 我回头给他斗文涛打电话 你跟我说实话了 其实呢你没找斗文涛 你这个呢就是先给他一个很容易被拖穿的一幻话 完了再说 真的 真是真是就着斗文涛 不对 你肯定不对 你说吧 你要死咬住了呢 他心里不踏实 老敌不着 觉得你说的不是实话 你这时候呢 你再给他一个 你说 跟你说实话吧 你个千万别生气 你说吧 一般是这种 说吧 出个捅到豆子 别生气 你说 赶紧说 实际上我是跟杨立新去玩牌去了 早就知道你这个就不是找斗文涛去了 他这女的这智力一般就到这 导演呢 导演 他把这个构思情节的艺术用到夫妻生活里了 就是两套黄话 那你今天把这招全说完了以后该三套了 我是在这种黄话中培养出来了 所以没无所谓 所以一般前两套都不听 直接说第三套 对 也不玩牌去了 说到这个结婚这方面的问题 我倒想起来 这个过去啊 我们跟刘嘉玲聊过天 就讲到他跟这个梁朝伟 当时因为也是两个人一直就没结婚 那这个新闻界一直就挺关心 说为什么没结婚 所以我就刚才你说那个观点 刘嘉玲就是说呢 他说我觉得如果是准备要孩子 那么是应该结婚的 如果你不准备要孩子 那么结婚不就是一个手续吗 你们对这种想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刚才说了 就是觉得 要是跟我自己认为 我就是觉得还是不想负这个责任 因为双方在一起有习惯 有很多地方不同 就我来说的话 我就觉得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 真的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你要是说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说不出来 我就是那种感受 因为有一种心理的踏实 就觉得原来就是在没有结婚之前 虽然我们也挺好的 也都像在结婚以后的好多东西 都是特别正常进行 但是我就觉得 我的心里不是那么踏实 那人家有人说了你踏实什么 你结了婚还能离婚呢 对 但是我就觉得结婚和不结婚 肯定是有区别 否则不会那么多人都超而要结婚的 这个 他不还得办手续呢吗 就是说这个手续呢 是很麻烦的 他一般的他就先第一申请 完了你回去吧 两礼拜以后再来 再填一表 这表呢就是要钢笔填写 自己要清晰工整 填错一字 你这表送来 又让你两礼拜以后再来 他就是说给你推很长时间 让你去黄了离婚的念头 完了之后 双方单位得有介绍信 你得这个照照片的 就是种种这些都会最后 都导致有可能使你觉得太复杂了 算了咱崩利了 这个但是没有这一套手续呢 那可能今晚一手架 明日早上就搬走了 这他太方便了 他就容易分开 所以有人说啊 说这个结婚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同 有安全感 因为没结婚之前呢 是你们俩自己的事 结婚就等于邀请社会共同建政啊 你看周围的朋友领导全来了 大家都看着了 你们两个可是签了合同了 要结婚了 那你们要毁约 这就会有其他方面的压力在制约你 对 你刚才说的办手续 我觉得有个事 我也挺好奇 就是你们都是大明星啊 到哪人家都认识 去办手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遭遇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接着聊 好吗 广告之后再见 冯小刚徐帆 这个谈话啊 遵循倒序的结构啊 办完了婚事 咱们再谈谈你们登记的事儿 像你们俩 大家都认识 这普通人要办的那些结婚手续 你们也都少不了吗 少不了 这个一通的跑 尽量想的周全一点 该开的介绍信啊 都开到了 甚至在想办法怎么能够 就多败几份 就属于这个身份证 户口本 我连驾驶证都带了 一样复印点 照片大的小的 我都带齐了 就别到那又少一样去跑 少一样去跑 全准备齐了 可是到那那天 还是有了一个问题 是徐帆的问题啊 对 因为我在单位是集体户口 集体户口呢 北京前些时候呢 他要换新的户口卡片 但是我们单位呢 是我的集体户口是24个人 都在那一个集体户口上 那都没换 我就没有办法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去换你 后来到了那 他就说 你这个已经失效了 不起作用了 说还得到公安局的户口 户籍处吧 去重新办理 我说那又得多长时间呢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 办了一个多星期 完了又请他假 到那去领证呢 他说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可能现在又是4点多钟 又怕他下班了 我们打电话说过去 后来呢 那个他们说 我们这儿有一条 你过去盖章就行了 我们俩当时头都大了 说算了 这婚别结了 弄得这么麻烦 到了 因为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说 你这是哪儿的条 我们不承认 他那儿写一条 说你拿这条 到那公安局 那公安局就应该认我这条 就是说你给他那个户口卡 那个写一证明 是那机构 拿到公安局 公安局 他把条认过来 说谁认这个 这他也不是政府 他也不是 他就给写这么一条 嘿 我这就戳火 完了之后又给打电话 那边两头接洽 反来覆去的弄 两边都很不耐烦 最后是 把这个东西开了 开了之后 我当时的心情是 非常的 就是太愤怒了 就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事 就是 就是说 这个一个结婚 两人都愿意 给弄的这个事 最后就 我就确实当时 一气之下 就说我不接了 不接不受这罪 不是就完了吗 完了呢 这个徐帆呢 就在旁边小声 就一讲 就说 别别 咱这挺好的心情 咱别被这事 所以我发现 两口子之间 这个也互相的包容 他是最后 我又觉得挺不合适的 你说办这么一个 挺喜庆的事 生这么一肚气 再嚷嚷出来 弄的跟那工作人员 这也弄的挺不愉快 最后完了走的时候呢 他愣给我劝的呢 就我走的时候也是 还挺高兴的 跟人家大伙 跟人家办事了 你说 那人呢也是 也跟我说 他说 其实我们也烦这套手续 但是他就是这么规定的 我们也按着来 完了这个 还是算比较愉快的 把这事办了 这套手续 就说一样不能守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呢 就是经常我容易急 他呢这个徐帆呢 这个 其实就是他急的时候 我不急 我给他 说点这嬉皮笑脸的话 我急的时候 一般呢 他呢 就是说 这人呢 就是说 你发火 你这个得有一个宣泄的点 得有一出气的地方 这个奔他去 跟他嚷嚷一头 跟他那什么 可能也不太讲理 但是他不吭声了 过后就是 当时我当时那火下去了 过后呢 再倒一欠 我们俩人其实就饮食来说 也不太一样 我是一北京口 他是一湖北口 最喜欢吃的菜 徐帆是榨菜 方式是 那个凉的米饭 拿那茶水泡了 就榨菜吃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那是茶泡饭吗 对 而且永远不腻 我呢 是 我是好吃个饺子 涨浆面什么的 而且我有些怪癖 细的面条 圆的面条 不爱吃 还吃那宽的 咱们俩一样 我是觉得那炸酱 拌那宽面条 吃也不是怎么跟那窄的不一样 同样都是馅儿 饺子吃着 跟那包子吃着 就不是一感觉 对 他是一听说我要吃饺子 就头疼 但是他呢 又觉得应该以我为重 所以有的时候 我这时候呢 就是说 也会注意到他 还有就是说 我呀 特别惧怕吃粤菜 因为我觉得 只要一隆重 准是粤菜 就是 你就比如说 你到四川 你到湖北 你看我们这下去 做宣传去 推广这电视 人家觉得 这当地发言公司 说 你们从北京来了 我们得热情招待你 你满岛的 讲的是 到了四川了 咱得吃口川菜 正宗的 该麻麻 该辣辣 你一进 你一看 粤菜 什么桑拿虾 什么叫粤菜 什么就是这种菜上来了 我呢 这种时候特别要命用 我不太适应吃海鲜 反正是一穷人命 爱吃什么爆炒原焖菜 炒土豆丝 焦溜丸子 就是这种 比如说青蒜爆炒的 瘦肉片 加上酱油 挂上点油汁的那种 滑滑一吃 就没反应是这种 但是人家正经请客 就没有一道是我喜欢吃的菜 这个加 这个你看这是蟹 这个好给你加 这个吃的对不起 我这个 我不太爱吃蟹 哦是吗 那个甲鱼 这个给冯导演来一种甲鱼 这个 这个那什么 又不行 完了你说这个 这是那个蛇 这蛇啊 是三吃啊 怎么好 给你来夸一块 我是看着这东西就害怕 这种时候 你就没法 就是出于礼貌 你也不能再疼了 就是你不能说您 那您吃什么呀 就是你怎么什么都不吃 就是哎呀 好好好 谢谢 夹在这盘子里头了 徐帆很了解我 就会趁人不注意的说 悄悄的呢 用他那筷子 把我这里头 那个人家过家的菜夹走 但是往往这时候被人发现 人家觉得哎呀 你看这没照顾到徐帆呀 这个你看 再来一条甲鱼 再给这个要鱼说 夹到我这 特别痛苦 所以这个 在我们家这个吃饭呢 基本上现在是随了这个 北方的这口了 但是我呢 随他那南方口也好办 就是你有两摊榨菜 你们是家里是保姆主厨 还是你主厨 我主厨 你做饭 炖炖饭都是你做的 你都会做 他爱吃的 我做的都是一些小菜 又不是大鱼大肉的 对 因为我这抽烟呀 我习惯 我发现这个抽烟呀 这口味重 我前两天这长一瘤子 今年夏天 去年夏天拍摄的时候 给拉了 拉的时候 打十四个人麻药 都不管用 大夫说还不如给全麻呢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抽烟喝酒 这人平常 我一天拍摄的时候 我三包烟 就是拍片的时候 但是这三包烟里可能有一包是 别人的 但是我肯定同时也抽了别人的了 对 这样的话 再加上喝酒 这种人人说做手术 最好是全麻 就是神经抗干扰能力太强 对 根本不管用 他那瓜那个什么 我都能听见 这个到吃饭的时候 这抽烟 喝酒的人吃饭 实际上爱吃一口滋味重的 白煮的东西不行 我爱吃这个 比如说这个鸡翅 红烧挂着这酱油汤 这个黄花鱼 也是就是那个味儿要完全浸进去的 但是往往呢 这个南方人炒菜呢 是喜欢清淡 要讲究这个 这个鲜保持这个植物啊 这菜或者这个肉的 这个稚嫩的 这种鲜的这种口味 我怕这个 所以咱们呢 在这里也要向这个 全国各地单位 发出呼吁 以后招待这个冯导演啊 千万别花钱 越操的神越好 我就在旁边小摊上 就把他给对付了 而且我会觉得 不是对付 他觉得很好的 有些人社组说 记者说 你就很辛苦啊 采访到剧组 就吃盒饭啊 我说可不是 我没办法啊 我说真是没天意 但是我实际心里头 我知道 这实际是我最喜欢吃的 最喜欢吃盒饭 就是那个 食堂里打饭啊 就给和的一块那种 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今天我们预备了 明星三人行 广告之后 再见 冯小刚 徐帆 实际上 刚才这个冯导演 谈起这个饮食之道 大讲自己的口味 但是我觉得 最有资格评价的 还是徐帆 因为是你在决定 他的口味吗 我是因为 湖北人爱吃点辣 我就经常把菜里头 放点干辣椒 这样有点滋味 他说的那种 喜欢放点酱油的 我也爱吃 因为他的印象里 南方人老是广东上海那边做的清淡一点 广东那边也是比较是白竹啊 就是那样吃的 但是我觉得要是湖北湖南四川这些地方可不是吃的那种淡不自立的那种味道的 所以他现在也能吃辣的调理的不错了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朋友们都在一块玩 因为他稍微偏素一些嘛 大家都我们都在那吃饭说 去把这个牲口拉去上点料 他就吃草就行 他不是属于那种肉欲很强的那种 平常爱吃素的 素的多一些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 那你平常跟他做饭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有的小媳妇给老公做饭挺战战兢兢的 特别希望自己丈夫吃到之后觉得真好啊 夸自己两句 你有没有担心呀 我今天做的到底爱不爱吃啊 我有担心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有担心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口味 可能今天我放咸了一点 他也会觉得这也太咸了 他一旦太咸了 我这点热情又稍微下去了一点 可是我明天再调了又太淡了 所以不过几次 我炒菜还可以吧 我现在觉得就是一想到 徐帆做的菜就是最有食欲的 因为他很了解这肉给弄到什么份儿上 基本上没那肉味儿了 但是它也是肉 什么弄点青菜 哪路汤 我喝着这个 所以每次一回家吃饭 我去外头吃饭 我为什么老喝高了 就基本上上那菜我都不能吃 但是我又好热闹 所以我就大口的老是干着酒 一般我觉得粤菜里 我能吃的大概就是那卤水豆腐 就是卤水那拼盘上来说 那大肠什么的 我给弄一边 我就是来那豆腐和那卤水那鸡蛋 我能吃两口这个 后边上的那些 没有一道我是那什么的 完了最后我是肯定要一会儿 您能不能够来羊州炒饭 这一般粤菜里他能给你 对 我就是这俩 所以基本上喝酒就容易比别人先喝高了 我现在可是一回家一想 家里到徐帆仪做饭 我就是今天能吃一顿特别舒服的饭 他现在做的饭对我是诱惑力最大 我觉得咱们今天请上来的像是大地主和他的厨娘 我跟你说很多人在看见你们俩这样 肯定都会为徐帆叫不公平的 没有 但是他做饭是我教的 对 就是 我原来不会做 我整个是把我这一套手也交给他了 然后你就不干了 然后我就不干了 但是一旦说需要我干 我是能干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做饭不是一特别难的事 嗯 就是你就是体会一下大概其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实践就行了 因为我在家里做饭 我一下就我会做了以后 我就一下都不愿意他插手 因为我要是做饭吧 我就知道洗菜宅菜的时候都特别有规律的这个盆在哪 我拿完了之后我再还原到哪 他要一做饭 我觉得厨房里所有的碗都能用干净 全都能用干了 所有的盆都出来 因为他用完了之后就扔哪 我做饭走的是厨师那路子 姜末啪啪一碗 可是满处飞 葱丝葱花每一碗里都有 淀粉和好 有的时候酱油 还有这个熟了的油 还有这个味精 我是拿勺子啪啪站着 往里头增弄 跟他那路子 在家里也不拿自己当老百姓看 是吧 专业人士感觉是 不过你在这个做饭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有些夫妻呢 是这个有一个是闲内住 有一个在外边干事业啊 那但是人家徐帆也是大明星也很忙啊 凭什么人家得操事家务呢 对就这点呢 就是我原来呢也提醒过他 我说你是一明星啊 你别给自己弄的这个 但是我这媳妇娶得好呢 就是说他呢 说我呀 你别我当不了那明星 你就让我干点这个 我就我就愿意干这个 他说你不能剥夺我这劳动的权利 我一想那谁剥夺你 是吧 但是确实我发现呢 我能体会这快乐 因为从小这个 我这个家庭生活条件也不负 这个也是就就就就在这个 什么都干了 我知道自己动手能带来很大的快乐 就是你比如说家里来人了 如果说你今天让我做一桌饭 你们都别管 你们别管 你们呆着去 我这听众舞似忙活的时候 有时候朋友进来说 可以 这掺着这展不掺着 这有手的时候啊 确实有一种快感 就是劳动确实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快感 但你要是一天三次这么高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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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快感 我不是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中午那顿饭在家里吃 晚上呢就跟朋友们一块去吃饭 但你还是挺乐于当这个家庭主妇这种职责 对啊 这有什么过瘾呢 我因为我 我就觉得过瘾 我就觉得有很多时候 这个女人就要做女人 男人就要做男人 人家别弄反了 弄反了我确实不行 媳妇应该想媳妇 有时候到时候这衣服 该换他换 该那什么就提醒你 早上起来你看 新袜子就摆这儿了 衬衫什么的 但是我看到过一些女的 比如说有的女的 你看也挺挺新的 从那儿长得好 人也觉得 但是脑子里想一下 好像感觉不行 可能不是这种 像徐帆能 能把你作为媳妇 把这都找得很重要